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脑袋里的想法就会跟着改变 赌掌大权的快感让蒋介石失去了初心 一步步迈向与我党势不两立的深渊 解放战争后 蒋介石带领残部逃往台湾省 又险些被美国放弃 从而打算流亡海外 本期视频就聊一聊 蒋介石早年积极接纳共产主义思想 却因为掌权之后的反革命行为 导致晚年险些流亡的故事 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展露头角开始 他好像就是一个急急盈盈 一心攀附的弄权者 在国人的政治中 蒋介石反共也是不堪的事实 这在他执掌大陆权柄的二十多年内体现的淋漓尽致 然而国内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和工人运动争相涌现时 蒋介石也曾在历史的洪流中短暂的顺流过一段时间 蒋介石于1908年经陈其美介绍 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国同盟会 从此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中 南征北战成为国民党草期突出的革命先锋 孙中山让贤民国大总统之后 袁世凯尊恐复辟的逆流行为 又促使他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起义斗争 却总以失败告终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 给了当时世界上所有想要改变国家命运的 有志之士启发 学习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的人 如过江之理属之不尽 蒋介石正是在这个时候 和许多人一样 开始产生去俄罗斯学习的念头 他的日记中如实记载了 他打算于1919年学习俄文 并准备复合考察的想法 蒋介石年谱出编中 较多提及了他此时 对俄国十月革命成果的称赞 和对列宁等人的阵痛 在我国上级只有李大钊 陈独秀等小批人士 看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先进之处时 蒋介石已经超越大多数人 意识到了列宁强大武装力量背后 有着坚定的意志和积极团结的劳努兵制 让他们能够顽强地对抗帝国主义列强 和沙俄的制裁攻击或捣乱 1922年1月 共产国际号召各国共产党 和其他革命团体一起到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 中国的国共两党分别派出张国焘和张秋白前往 并会见了病中的列宁 列宁率先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意见 并经过了孙中山的同意 蒋介石就此提出前往苏联考察的请求 出发之心情无比迫切 孙中山却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反而派他担任东路讨贼军的参谋长 前往福建作战 蒋介石抵达福州一个月 就以经费难筹的理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把福州的军务完全抛下 孙中山心知蒋介石 是因为不能复合考察闹矛盾 给他写了一封信 言辞恳切 用心奄奄 告诉蒋介石 福州一战对于联合联共的重要性 及自己对蒋介石的信众 1923年2月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 并任命闹脾气的蒋介石 为元帅府的参谋长 蒋介石为治疗眼疾 迟到4月才上任 仅三个月的时间 就与军中相处不融洽 而辞职 再次回到老家 刚刚到家 就听说了孙中山派人 前往苏联考察的消息 立刻给大元帅府秘书长写信 请求前去 称自己如果不能成行 此后就会消极丧失革命意志 8月5日 蒋介石等国民党人 和共产党员张泰雷 一起组成孙以先代表团 蒋介石作为团长 还写了一封意见书 希望中国能够在 列强势力范围之外的西北 建立军事训练基地 组建革命力量 9月2号 蒋介石率领代表团抵达莫斯科 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察 抵达当天 苏联外交官率领据说 有20万的民众 对他们表示了热烈欢迎 浩大的声势 令蒋介石对苏和团结的力量 产生了更大的兴趣和向往 蒋介石在苏联 广泛接触了托洛茨基 加米涅夫和卢祖塔克 这些党政负责人 对苏联的新经济政策 和苏和革命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得出了俄国革命成功的关键 在于工农拥护和实施 民族自治政策的结论 并向苏俄负责人表示 国民党向来把革共 当成自己的亲姐妹 除了象征性的出席一些会议之外 蒋介石更感兴趣的 还是苏联的军队和武器 他们参观了苏军步兵的144团 对他们团里团长负责军事指挥 党代表负责政治教育和行政事务的制度 很有感触 后来黄埔军校的运行就借鉴了这一制度 参观苏联自演的骑兵专用手枪和毒瓦斯之后 蒋介石对于苏联先进不下于 欧美各国的军事实力大加赞赏 蒋介石此次莫斯科执行的收获很大 建设了苏共的力量和武器制先进 还获得了很多共产国际负责人的青睐 在共产国际会议上 蒋介石为他们的接待发表了答谢词 强调中国同世界大多数被压迫国家一样 唯一的敌人是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 大胆预测革命能在两三年内成功 还提出希望国际友人们能够到中国去实际考察 才方便更好地研究东方革命问题的看法 这一看法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 苏联红军之父托洛茨基直接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宣称要对中国的国民革命进行除军队之外的各种援助 共产国际负责人金米特洛夫对蒋介石很欣赏 甚至有意发展他成为共产党员 但是蒋介石已需要向孙中山请示为由 婉拒了 他在莫斯科期间还阅读了大量共产主义学说 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和共产党宣言 对这些著作和苏联红军都赞不绝口 尤其是苏联研发的武器开与欧美各国一较高下 临近回国时蒋介石还激进地表示 中国是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的国家 建议共产国际组成一个俄德中的国家联盟 同资本主义对抗 1924年5月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 因习苏联的军事制度和办校方式 特别在学校内成立了党部 认为党代表制度是救济中国军校的唯一制度 党代表制度施行之后 黄埔军校一年之内收纳了三匹学员 全部成为国民党的党军 也是蒋介石后来所谓的第一系部队 对此蒋介石本人十分坚定地认为 国民党要成功 一定要效仿俄国共产党 1924年4月9日 蒋介石在军校发表 《主义不行党员支持》的训话 宣称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 其实就是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 三民主义发展到最后就是共产主义 对孙中山的联合联共政策 蒋介石毫无意义 按部就班的执行 甚至主动说明革命经验先进的 俄国指挥中国革命时应当应份的事情 至于他这些话是发自内心 还是为了夺取孙中山 及国民党内掌权人士的信任 我们不得而知 无可否认的是 蒋介石的确曾经有过 那么一段稍纵即逝的联合联共岁月 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 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践行 可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蒋介石的重心就放在了谋取更高官职和地位上 以改先前主动容纳共产党的态度 明里暗里的把共产党排挤出国民党的队伍 甚至不惜发动政变大开杀戒 只是蒋介石为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 终究不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他一夜账目 迟迟不肯面对真正的国家状况 倒行逆施的行为 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落得孤首台湾省的下场 不过蒋介石身上 始终还有一份中国人的骨气和民族大意存在 从始至终 没有同意美国企图分裂中国的行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也是因为这份坚持 始终不肯让台湾解放的蒋介石 失去了美国的知识 与此同时 中国军队陈兵福建沿海 时刻准备着解放台湾 美国认为 已经无法通过蒋介石实施对话政策 蒋介石即将成为一枚棄子 然而 美国一直存在多重顾虑 因为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和毛主席不急于同美国建交的准备 让美国对是否撒开蒋介石 这条最后的绳索 犹豫万分 美国对在毛主席领导的 新中国实行其对华政策 根本不抱希望 唯一能够妥协的 只有蒋介石 然而 人民解放军时刻准备渡过台湾海峡 解放台湾的局势让美国不得不承认 中国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扶持蒋介石独立根本没有可能 1949年11月 美国国务卿爱奇逊对时代杂志记者称 他们目前正在摆脱身处台湾的国民党 并在1950年即将来临之际 正式通知外交机构 他们准备对蒋介石实行撒手政策 表明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无权插手 倘若美国有任何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都会引来中共对帝国主义 和军事冒险主义的指责 也不利于他们下一步同苏联的对抗 蒋介石对失去美国援助这件事 心知肚明 还认真做了流亡海外的准备 他让自己的亲信给菲律宾总统写信 收到了菲律宾的接纳许可 宋美龄则建议蒋介石到发达的美国去 只是蒋介石心知 自己在美国并没有什么好名声 一口毁绝了宋美龄的选择 宋美龄又提议 到世界上最富有的瑞士去流亡 依然被蒋介石拒绝 他对宋美龄的说客 陈锦恩说 他想去日本 因为他早年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朋友 抗战胜利后 他对日本采取的宽大政策 也赢得了日本人的好感 我们都很清楚 蒋介石并没有真的进行海外流亡生活 还在台湾活到了1975年 只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强势 和美国撒手不管的态势下 他的确认真考虑过海外流亡这一措施的可行性 可惜 朝鲜战争的爆发 让美国又发现了蒋介石的利用价值 一边阻击联合国军参与朝鲜内战 一边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登陆 蒋介石也抓住了自己命运的转机 积极迎合美国的对华政策 甚至主动提出派遣国民党军人加入联合国军 美奖关系一度恢复到抗战时期的亲密状态 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 还加弹了对蒋介石的经济援助 承担了很长一段时间内 台湾的大部分经济开支 历史已成既定事实 蒋介石曾经初心 如何都无法改变过去的历史 它的辉煌与落魄也不再影响 我国一路向前的发展趋势 曾经的政府总被各种国际事务和形势监制 但台湾属于中国这一铁定事实 不容任何人否认